侯友宜在內部皈依 聽說就有一點動怒啦 動怒的過程當中他講了一句話啦 就是說 坦白的時候到了啦 他要出手 我覺得一件事啦 當然 政治這麼一回事 你不能論對錯了 柯文哲就是 在利用國民黨的矛盾嘛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一件事嘛 他拋出跟朱立倫談的事情 侯伴都說沒聽過 不知道 那你注意看一下 21號 侯友宜桃園趙士丸跟柯文哲見面嘛 然後22號呢 侯友宜在內部皈依 聽說就有一點動怒啦 那你動怒的過程當中 他講了一句話啦 就是說坦白的時候到了啦 他要出手 可一聽就是三大報的專訪 個別專訪 24號就出來了嘛 就D-Day的4嘛 24號就出來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侯友宜也不想再拖下去了 因為這個過程也很痛苦了 拖下去了嘛 然後你注意看一下 就他們見完面了以後 又說跟朱立倫見過面 然後你就聽到柯一直在大談 朱立倫見面的時候 拿了什麼資料啦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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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黨的什麼 你有注意到侯友宜的反應是什麼 好冷喔 我才是主帥 好冷喔 然後又說 他是跟立委一起團結 什麼搭仗等等 沒有啦 這句話意思是什麼 我是主帥意思是什麼 你跟朱立倫談的 沒有經過我同意不算數 對啦 所以你又看得出來嗎 侯友宜最擔心 也不用啦 因為朱立倫也不敢換他啦 朱立倫不敢換侯友宜啦 你看昨天 朱立倫不敢換侯友宜 昨天侯友宜拉著朱立倫一起開記者會 5點嘛 但是其實你注意裡面侯跟朱的講話 裡面出現了一個問題 政黨協商兩個人的說法有一點出入 嗯 侯友宜說進入政黨協商就沒有出選 沒有民調 沒有民調嘛 那如果沒有出選沒有民調的意思就是 不用談下去了嘛 不然你要用什麼談 就沒啦 好 但是你注意看朱立倫說法還要繼續談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朱跟何在政黨協商未來的過程裡面 對於總統這一塊似乎好像意見有一點落差 其實從侯友宜出來以來這個問題就一直存在 在不同的議題裡面 侯辦跟朱辦之間的問題就不算少 你看昨天我們柯文哲又跑去了見王金平 早就約好了啊 對早就約好了啊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見王金平啊 對對對 有些見面你知道的啊 只是外面沒有曝光而已啊 還沒有提出比民調的時候就見過面了啦 然後昨天有幾件 聽說昨天王金平對柯文哲的態度 點點點點點點 你見過了侯友宜見過朱立倫 那來見我幹嘛 你一個人也選不到喔